说到他丁类的酱纸药呢 好多朋友都关注他对于血糖的影响 今天咱们用一个视频 掰开了揉碎了给大家讲讲这个话题 希望大家正确认识 的确随着大众健康意识的觉醒 大家现在好多人吃他丁都知道 我要监测血糖 他丁升高血糖 但是呢应该说不是所有他丁都升高血糖 他丁队伍当中呢 有一些例外他们不影响血糖 但是绝大多数他丁 可能我们要注意监测血糖 比如说辛阀 阿托阀 瑞淑阀等等 这些他丁呢 我们在服用过程中需要监测血糖 但是大家注意 不是所有人都出现这种血糖的升高 甚至发展成糖尿病 他的发生几率并不高 不是说所有人都会出现 大家要认识这一点 再一个呢 他丁在他的主要作用是降血脂 尤其是降低低密度脂弹 来以此来延缓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 只要这个作用发挥的好 同时呢没有明显的其他不良反应 比如说转炎煤的升高 肝功能损伤 比如说计算机没升高 肌肉损伤 只要没有这些明显的不良作用 实质上来说 您现在使用的他丁 绝对是适合您的 就是说您现在如果使用他丁 低密度脂弹白大标 也没有不良反应 绝对是适合您的 但是在服用的过程中 的确大家要注意查查血糖 空腹的餐后两小时的 以及糖化血红蛋白 这样的话呢 警惕他丁带来的血糖升高 当然大家现在也听科普 也都听过 好多医生的也都讲过 说匹伐他丁是第三代他丁中的 优秀代表 可能他对血糖影响小 同时还兼具有身高高密度 子弹埋的作用 有些实验看到的这些个结果 但是大家注意 正确认识 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吃匹伐他丁 有些人呢 比如说他血脂升高的比较明显 匹伐他丁降止力度 不如阿托法和瑞树法强 这个时候呢 没有必要 这个舍本 求末 去追求 我就要 这个副作用小一些的 尤其是血糖副作用小 等等 这个时候只要你的低密度 脂弹埋控制的好 完全可以按照你现在的方案去治疗 后期注意检测血糖就可以了 而对于一些呢 比如说他低密度脂弹埋升高的不多 但是呢 这个人呢 现在比较年轻 糖化血红蛋白 控制血糖啊 他处于一个糖难量受损的 这个糖尿病前期状态 这个时候需要 关注他血糖健康 这个时候就可以考虑这些对于血糖影响小的他丁 说来说去 就是告诉大家 不是 所有的 这个他丁 我们使用过程中都会导致血糖的升高 我们注意监测就可以了 使用他丁过程中 低密度脂蛋白控制达标 转酶 鸡酸鸡酶 这些肝脏和肌肉的不良反应没有出现 我们注意监测 当然对于少数朋友 他需要兼顾血糖的话 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 选择一些对血糖影响小的他丁 但是呢 对血糖影响小的他丁呢 他有的时候有可能降止力度 不如其他他丁那么好 这也是大家需要注意的问题 甚至需要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 进行调整的问题 好了 今天说到这吧 希望我今天的介绍能够 让大家正确认识服用他丁过程中的 以血糖的这个关系的这个问题 大家如果觉得这视频不错 可以转发给身边关注这个问题 请问好友 关注健康 关注心理科医生 赵明英大夫